他思考了一下 拾起一块小石头 朝着那吓人的小腿扔了过去 吓人小腿一疼 蹲下来捂住了腿 惊吓趁此机会小跑几步 将男孩手里的姻缘石 一把夺了过来 我的石头 男孩朝着惊吓大喊道 惊吓不理会 急着想要跑到后门处 想要离开这里 可是刚跑出几步 却被人按住了肩膀 他回头看去 只见一个见眉星目的男子 正用他那双凛冽如刀锋的毛子 看着他 大人 是那个和他的大人一模一样的男人 长相 神态 眼神 完全都一模一样 他历时间有些恍惚 可是很快回过神来 这不是他的大人 即便一模一样 却也不是 而这位大人 似乎也觉察出了他的异样 冷烈的毛子 紧紧盯着他露出来的双眸 惊吓 他试探着唤了他一声 可是很快发现不对劲 他像惊吓 可是不是他的惊吓 你是谁 他对他对眼前这个像极了惊吓的女子 力声道 惊吓 找准时机 从袖口中将一直戴在身上的迷药朝着眼前的男子一扬 趁男子用手臂遮挡之时 他快速地翻越围墙 躲进了附近的小巷子里 惊吓喘着气 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还好 他身体没有感觉到不舒服 幸亏 他身上一直带着迷药 自从他怀孕后 为了安全起见 他在白天经常会在身上带着一包迷药 就是以防万一 若是遇到危险的情况 可以救个急 他看着手中的姻缘时 一时间不知道该去哪 漫无目的地匆匆穿过一条街道 他觉得这街市很熟悉 可是却又总觉得哪里不一样 怎么办 他该怎么回到属于他的那个世界 他心里无比地着急 紧紧握着手中的那块姻缘石 心想着他回去后 一定要去找蓝青旋算账 他走累了 在一个僻静的河边 找到一棵大槐树倚靠着 将姻缘石举起来 仔细观察研究着 阳光似乎穿透了这块石头 直射入他的眼中 他眼睛很疼 赶紧闭上了眼睛 恍惚中 他似乎听到了脚步声 然后感觉到 有人抓住了他的胳膊 他刚想回头 却感觉陷入了一个空洞之中 然后 他就失去了意识 等到他醒来时 他看到路易正担心地看着他 你 你是我的大人吗 今年是家境多少年 今下有些发懵 不知眼前的这个男人 是不是他的那个陆毅 你怎么了 怎么胡言乱语的 陆毅摸了摸金下的额头 你还好吗 身体难不能说 你真的是我的大人 金下小心翼翼地 看着眼前的这个陆毅 你别吓我好不好 陆毅越发地担心了 今日还昏 府里的下人去北镇福斯禀报 说发现金下昏倒在了府里的凉亭中 他匆匆回了府 命人请了大夫过来给金下看展 大夫说金下的身体并无大碍 你是不是有个三四岁的孩子 我只有个还未出世的孩子 陆毅摸了摸金下的肚子 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真的是你啊 金下激动地一下子搂住了陆毅的脖子 勒得他快要喘不过气了 当然了 不然你以为我是谁啊 陆毅轻轻抚摸着金下的头 猜想着他可能是在昏迷时 做了一个噩梦 我以为你是 金下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解释 他经历的事情 甚至他现在也无法确认 那一切都是真的 我是什么 你是我的大人啊 金下笑了笑 凑近他亲了亲他的唇角 将头靠在了他的肩膀上 他现在也不想去确认 那一切是否是真实的了 或许这世上有太多他不知道的事物 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 也许在另一个世界中 真实存在着另一个他 还有另一个他吧 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有着一个很可爱的儿子 名幻轩儿 他想 那个世界的他们如此幸福 那么他和他的大人 也一定会很幸福的 大人 金下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若是我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孩 那么叫陆轩 如何 为什么叫陆轩 陆毅问道 没什么 就是觉得 轩儿这个名字还挺好听的 似乎和我们有缘 金下笑了笑 想起了那个奶声奶气的 叫着他娘亲的小男孩 想必现在 那个男孩一定因为他抢走了那块五彩小石头 而闷闷不乐吧 入秋了 天气越发地干燥 早晚也有些凉了 金下前几日感染了风寒 万幸的事并不严重 只是他原本就因为肚子太大了 都不愿意动弹 整日昏昏欲睡 如今染了风寒 更是无精打采 还有两个月 金下就要生产了 都说女人生孩子 是走一遭鬼门关 自古以来 女子之所以比男子短命 大多与生产有关 随着怀孕的月份越来越大 金下倒是没有了前段时间的焦虑 虽然他知道生孩子是大事 可是他知道 若是太紧张了 也不好 他每日能吃能喝的 也告诉自己不要胡思乱想 不过陆毅倒是随着 金下的肚子越来越大 而显得有些焦虑 似乎总是在担心金下的身体 你不觉得你最近胖了很多吗 一日 金下正舒舒服服地 一在床头 一边吃着葡萄 一边看着画本 陆毅的一句话 让他抬起了头 这么明显吗 金下摸了摸自己的脸 灵一叮嘱 你要多走动走动 不能一直待着 这样对身体好 有利于你生产 陆毅走到金下身边 拉起他的胳膊 今日不冷 咱们去河边散散步 可不可以不去啊 金下慵懒得不想起身 他向来好动 先不住 可是自从一个多月前肚子疯胀后 他就觉得活动有些困难了 有时候走几步就觉得小腿酸胀的不行 因为肚子大 他的腰也是会很疼 所以现在他只想赖在床上 那不如去桥头的夜市转转 如何 陆毅提议道 嗯 好啊 金下点了点头 陆毅扶着金下站了起来 偷偷笑了笑 这个丫头啊 肯定是想到去桥头夜市可以吃好吃的 所以才答应了他出去吧 这个丫头 胃口着实的好 拱桥上 金下抱着手臂 气呼呼地背过身去 陆毅一连叫了他几声 他却不肯搭理一旁的陆毅 真是太过分了 明明是他说要带他来桥头的夜市转转的 既然来了夜市 怎么可能不吃点东西呢 他很想吃热乎乎的烤红薯 可是陆毅却不许他吃 因为他觉得晚上不宜吃红薯这种东西 容易负账 况且他的肚子长得太快了 他认为这和他吃的太多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为了他生产时的安全 需要控制一下他饮食的量 可是啊 闻着那阵阵烤红薯的香味 他哪里忍得了 他要求着陆毅就买一个小的烤红薯 只吃一点点 可是他却不同意 这简直是对他最大的折磨 金下气呼呼地想着 本来想着让他说几句好话 哄哄他就罢了 可是他一个劲地光叫他的名字干嘛 就不能说点别的哄他的话 金下始终背对着陆毅 想着他怎么不说话了 回头一看 人居然不见了 好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